古声响起,窟门一开,金光四射 古时敦煌月宴圣景逐渐映入眼帘 迈步踏入大型仿真敦煌石窟 壁画中的音乐天书悦然墙上 洞窟中央的舞台上 弹着琵琶的主人公翩然起舞 带领观众开启一场千年敦煌月舞之旅 这就是全球首部洞窟式沉浸体验剧《月洞敦煌》 真人舞动的飞天仙子突然跳跃的金刚力士 行走在洞窟式剧场里 身边的每一处步景都让人仿佛置身于火态壁画之中 整部剧目演出分三个区域 观众跟随情节推进穿行在不同的区域里 在这部长达70分钟的体验剧中 究竟是如何让观众有沉浸式体验感的呢 洞窟式的布景里又藏着多少敦煌秘密呢 你可以看到我身后 就是我们就像是一个洞窟一样的 其实我们观众在这里后场 在禁剧场的一刹那 它就有如当年 就是王源路 他可能发现了这个藏经洞一般 那么壁区它就更加生动了 我们直接就把敦煌莫高窟做成了一个行定式的 首先守在我们莫高窟洞窟前面的有两个金刚律师 那么他们呢非常逼真 就好像真的就是洞窟里的就是雕塑复活了一样 再进入到我们的就是洞窟里边呢 就能看到我们演员所扮演的 哎活化活厚的纪约师 在苏木花与六间敦煌等爆款剧目后 月洞敦煌有何脱颖而出的亮点呢 最后就是观众坐下来的C区 我们也是借用了壁画里的鱼骨式构图 所以我们是从平面层面也好 还是从我们的立体空间层面也好 其实都是在把壁画做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是通过飞天也好 燃灯起伏也好 还是美鸟都是按照壁画的结构 由上到中到下来去展现我们整个的壁画的一个结构 那么观众就有如坐在壁画里去观赏我们整体的演出 来自西安的游客孙高阳在看完舞剧后直呼直回了票价 先是故事很喜欢 然后再其次是他的服装还有道具 道具也很 这边就西域一些 我们先就是唐朝文 很沉浸式体验 比期待值还高 据了解 目前月洞敦煌每天上演三场次 舞剧结束后 观众走出剧场就可以直接到达古风感满满的特色市集 游客在这里可以和舞剧中的金刚力士合影 与商贩互动 体验千年前的繁盛敦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